上海排名第一的排骨年糕 魔都第一的卤肉饭 我上海来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丹牛 我现在在上海的徐汇区 今天这支影片要带大家逛一逛徐汇区的老上海美食 第一家我们要找一个很小的摊子 卖苏北米饭饼 大家听过吗 那在旁边没几步路 据说有号称上海排名第一的排骨年糕 旁边又有一家开了几十年的爆烤鸭 到底是怎么样的爆发 我们去看看 最后还有一家上海人开的台湾小吃店 这个在点评上面号称是魔都排名第一 这么爱卤肉饭的我肯定要去看看 好啦 这一集有很多好吃的 来 跟我一起逛逛徐汇区吧 这个米饭饼就是在前面那个小摊 你们从几点开始卖啊 我找到6点东西开 剩这个 通常大家夹什么 上一盒 你很美的 我10点左右来的 就买到了最后一个这个米饭饼 可惜也没办法拍到做法 那现在马上来试一口吧 哦 还蛮香甜的 上面微酥 有一点那个酒酿的味道 是酒酿吗 哦 对 凝着嚼还有那个韵味跑出来 哦 这个好吃耶 吃起来感觉有点像发糕 蛮多气孔的 蛮湿润的 蛮蓬松的 好吃的 是吧 都说的都对 好 揮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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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的好吃的 甩哥拜拜 拜拜 在徐慧汐的路上走 早上10点左右 真的是满满的烟火气 路上行人很多 然后大爷大妈都出来买菜 感觉还挺好的 而且两旁都是梧桐树 别有一番风味 这可能就是很多人 记忆里的魔都该有的样子吧 前面真的是走没两步就是上海排名第一的排骨年糕 好 试看看 老板我跟你点吗 我点餐跟你点吗 大排年糕还有炸鸡腿 蛤 身边要拍出来 对对对对 我可以拍一下做法吧 你们这边开多少年了 十几年了 年糕下锅了 两片大排 回炸的炸鸡腿 很简单的 很简单的 这是辣酱油是吧 这是熬的酱 自己熬的酱 自己熬的酱啊 对 好 哎好 谢谢 来大家拿到我这个排骨年糕了 我马上来试看看 外酥内嫩 酸甜的猪排酱 跟日式的酱其实口味很像 这个还多加一点那个辣酱油 多了一层咸香 好吃的 好吃的 一口 年糕的软糯Q弹 在外面有一点微微的酥脆 好吃的 我还点了一个鸡腿吃上看 鸡腿嘛就直接用手了 来 一口 外酥内嫩 应该是有腌过 鸡肉里面很入味 大概酱汁多一层酸甜的风味 还不错 大爷老板拜拜 拜拜 拜拜 大家刚刚吃完那个排骨年糕了 因为有一个大爷跟老板在旁边看着 讲话就是稍嫌保守了一点 这个不错的 但是我觉得价钱偏高 炸鸡腿9块钱 然后排骨年糕22块钱 外面是脆皮没错 但是就是有点干 好 那这个就是真心话了 来我们去吃下一家 爆烤鸭 这个爆烤鸭就在排骨年糕旁边 皇宫爆烤鸭 试试看看 我可以在你旁边看你切鸭子吗 我好好我点半只21.3 呦去看一下他们怎么切这个烤鸭的 诶大爷谢谢谢谢 啊好了好快 来拿到我的爆烤鸭了 其实他这个不是烤的 是压力锅油炸鸭 老实说感觉就是没有果粉的 肯德基 我们试看看吧找个地方试看看 随意在路边找了个地方来试看看 半只鸭是21.83 好像是28.8一斤吧 大家觉得这个价钱如何 来赶快来试一口爆烤鸭 软嫩咸香 他这个皮可惜的是 应该是炸出来一段时间的不脆了 他如果是刚出锅应该是脆的 那时候就超赞 真的是很咸香 还蛮值得一试的不错 来 下一站 走起 这一路上还蛮多咖啡馆的 就是在梧桐树下 感觉就是有一个小只的风行 想让你停下来喝杯咖啡 在去这个卤肉饭的路上 有一家明北肉饼 来 去试看看 好 谢谢 这怎么吃啊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是大师傅的秘语 这是牛肉饼还是猪肉的 猪肉的 猪肉的 那个肉的还是要菜的 价格都一样的是吧 对对 菜是福建的 要给我尝一个 哪个 蔬菜的是福建的 吃辣吧 要蔬菜的是吧 蔬菜的要等一下 好 谢谢 大家拿到我的肉饼 明北肉饼 然后我点了一个肉一个菜 菜听说是福建特别的菜 肉的开始试看看吧 这是应该是菜的吧 拿错了 拿错了 这个应该是菜的 面有嚼劲 里面的料很香 其实就是辣的酸菜 台湾常吃的酸菜 好吃的 来 这个是肉的 我刚刚搞错了 嗯 好吃 外面酥脆 里面嫩 然后你可以吃到那个肉的鲜味 还有那个葱香味 这个蛮好吃的 没有那个 辣菜的 有特色 可是这也是好吃的肉饼 喜欢的 拜拜 拜拜 吃完了明北肉饼了 还不错 就是价钱7元 跟它的大小比起来 稍微贵了一点 下一家魔都第一的卤肉饭 走起 应该就在前面了 台湾风味小吃 这个常乐路 两旁都是一些小商铺 感觉还蛮好逛的 很小的一个餐厅 没有位置 我就坐在门口等一等吧 来 坐下来了 我们现在先点菜 可惜他们厨房很小 不让我进去拍 那没关系 我们就试试看看吧 当然是要点 卤肉饭 面筋腮肉 咸蛋肉饼 应该都是特色的 然后再加一个酸辣菜 够了 我觉得这样够了 十一十十三十一 三十四块钱 老板我点好了 卤肉饭 面筋腮肉 咸蛋肉饼 还有酸辣菜 三十四块 好好好 生意真的很好 小小的店 坐满的人 老板 你是上海人吗 我上海人 那你怎么会做这个 台湾的煮肉饭呢 我跟台湾人学的 我九一年在九三年 在台湾公司打工的 哦 所以那时候学会的 我本身的厨房 还是能干点的 好 谢谢你啊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东西都上来了 上得好快 第一个当然就是这个 卤肉饭 卤肉很多 饭我加少一点 配了点青菜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菜脯 然后再来 这个是面筋腮肉 咸蛋黄肉饼 最后来一个清爽的酸辣菜 其实我感觉就是 辣的泡菜 吃看看 这个当然是从骨肉饭 开始来吃了 某点评第一名 虽然说这个点评的榜单 不是非常可信 但是能排到第一 通常还是要有两把刷子 第一口 来来来来 再炸再炸等一下 你先炸 你先炸 这个是我熟悉的味道 很细很细的肉末 但是味道很咸香 好吃的这个 我喜欢 饭坛 然后刚好裹满了 那个带点胶子的 那个卤肉汁 太好吃 这个味道调味的 跟我印象中的卤肉饭 几乎是一模一样 现在吃看看这个面筋包肉 外面那层面筋已经煮得很透了 然后里面的碎肉 肥瘦很均匀的绞肉 很有味道很鲜 好吃的 来配个酸辣菜 偏酸 味道还是跟台湾的泡菜有点不一样 现在吃看看这个咸蛋肉饼 有点咸 很够味 虽然说它的肥力应该挺多的 油脂脂的 但是吃起来也不会感觉太腻 蛮不错的 来吃看看这个咸蛋黄 吃好了 这么快 可以吃的 咸 咸 超咸的咸蛋黄 可不可以去吃几口饭 吃不懂 好啦 差不多吃到这样了 去外面总结一下 老板拜拜 老板 拜拜 老板娘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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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 谢谢 好啦 吃完这个卤肉饭啊 这味道真的是 是台湾味道 老板说他在彰化学的 这味道真的是不错 结果在上海的台湾小伙伴 想吃卤肉饭 可以来这边吃 确实是不错 然后 这个点了几道菜 也不算踩雷吧 就是这个咸蛋肉饼 真的是 咸的突破天际 我吃不下去 我就打包了带回去吃 那 就是这样了 这个视频 我们吃了米饭饼 然后吃了有名的排骨年糕 再来爆烤鸭 林北肉饼 最后吃了魔独 某点名排名第一的卤肉饭 吃得蛮开心的 满满足的 好啦 那喜欢这个视频 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 别忘了点赞 拜拜